雪州议员黄田志今天凌晨12点40分左右 途经交赖家影大道时疑似轿车失控 撞上一辆停靠在右边快车道的罗里 这名才成功守土吴拉港的代义士当场丧命 他的遗孀和两名子女今早在亲属陪伴下等候领取至亲的遗体 黄田志17岁长子随后也从柔佛新山赶到医院 希望见父亲最后一面 黄田志的家属今天早上大约8点就抵达了沙登医院的太平间 他们没有办法接受黄田志就这样突然离开了 当遗体抬出太平间的时候 家属的情绪非常激动 当场崩溃大哭 雪州行动党设立有攀检委领导的治三委员会 协助家属处理他的后事 失去黄田志这个好伙伴 火箭领袖都深感遗憾 不能够接受一位公司那么多年的好同志 好朋友就这样突然的离开了 我觉得他是一位非常讲义气 然后很勤劳的一位医员 很多投诉或是很多民众行求协助的时候 他都会亲力亲为自己去尽量的帮投诉者解决 他的问题 然后我们也看到他不仅是为民 为党为国 都不存在 录像从今天开始在首都孝恩广设林 从明晚7点开始让公众调研 并会在下星期二早上11点举病 巴都空间陈欣怡沙登报导